從桌底下搬出紙箱 拿出裡頭的CD唱片 台東縣議員谷志成大方送縣府局處長 一人一張王洪恩的最新專輯 突如其來的舉動瞬間化解現場質詢的緊張氣氛 但為何質詢要送大家專輯 原來他是要以行動來支持鐵化尊繼續運作 我相信鴻二也有去那邊表演過 希望縣長多重視再繼續加油 營運十三年的鐵化村提供音樂及藝文團體表演舞台 包括歌手張惠妹 家家及王洪恩都曾在這邊開唱 是台東指標性的藝文基地 但日前官方無預警宣告年底吹息燈號 讓許多人都深感不捨 而現議員谷志成藉由購買50張王洪恩的專輯 除了行動支持在地歌手 也希望縣府能協助營運單位解決困境 讓鐵花村能有一線生機 就像我們鄉下一些文化團也去那邊表演過 然後讓我們對我們自己的文化音樂就非常有自信 表示很多人會去欣賞 是鐵花村音樂聚落結束營業 那這是實體的狀態 那但是在我看來 其實他們早就已經撒下種子 這音樂人都在這裡 而且已經蓬勃發展 對於鐵花村席燈的原因 縣府表示並不知情 但會尊重營運單位的決定 並盡可能給予協助 而由於目前正值全國議會辦理定期會的日子 議事堂多半是炮聲隆隆 台南市議會更是連三天爆發衝突 相比之下 台東縣議會的氣氛 卻是一片祥和 議員甚至大方送專輯 也形成有趣的對比 原始新聞 日報正台東縣的採訪報導 主席燈火